一个大国的经济宏图 史无前例的工程 海底造大桥 我们的过程就是一步来 水了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事 他们这个条件的事 我们周 他是海底造大桥的绝对灵魂 他四十年汉阶大江汉海 一辈子逐梦天欠通取 桥的价值在于成长 而人的价值在于担当 《财经人物周刊》 为您讲述 中国造桥的世纪之梦 和总是灵明的担当 敬请关注 记录财经大家 见证时代精神 欢迎收看财经人物周刊 2017年的12月31号 连接香港珠海与澳门 及桥倒碎与一体的超级工程 港珠澳大桥 全线亮灯了 宛如夜空当中的一条巨龙 横空出世 如今这座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已经具备了通车条件 被英国卫报评为新世界七大奇迹 其中 捣碎建设项目 是这项工程当中难度最大的部分 两个各十万平方米的人工岛和6.7公里长的海底隧道 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一项工程 是世界超级工程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负责打造这颗明珠的 是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 港珠澳大桥 倒碎工程项目总经理 总工程师 林明 港珠澳大桥倒碎工程总工程师林明 每天都会乘船前往工地 每个房间没有问题还得可认 都认真 你这个边上不能开的吗 你开那个板就废掉了吗 这个灯配的也不对呀 你应该往中间铺啊 兄弟啊 这些不行就不要了 你干嘛呢 你是能凑合就凑合吗 凑合 你这太凑合了 能换吗 能到这儿换掉吗 你们回头你们重新再当忙好吧 我们最后一定要把这个尾巴收好的 不能 收边收尾不能出问题的 严厉的乙气 近乎苛刻的要求 让每一位施工人员不敢有丝毫松懈 12年前 人们感受一座全长55公里跨海越岛的大桥 还只能凭借这样一幅设计效果图 林明开始参与港珠澳大桥前期筹备工作 2012年12月 担任港珠澳大桥倒碎工程项目总工程师 为了预留30万吨级航道 一个难点便是这近7公里的外海城管隧道 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外海环境下建城管隧道 一切从零起步 两眼一抹黑那个时候 对这个外海城管隧道 完全都是第一次做 一直以来 外海城管隧道施工核心技术 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外国公司手里 2007年 黎明带着团队全球考察 当时世界上有两条超过三公里的城管隧道 一个是欧洲的鄂勒海峡隧道 另一个是韩国釜山的巨家跨海大桥 在韩国 黎明向接待方提出 能不能到附近去看一看他们的隧道和装备 看都不让开 我隧道跟前都没去 就在预测场看了一下 它那个安装船也没让靠前 接下来远远的照着这张照片回来了 从釜山回来后 黎明又找到当时世界上最好的 有外海城管安装经验的一家荷兰公司寻求合作 但这家公司开了个天价 1.5亿欧元 当时约合15亿人民币 谈判过程异常艰难 最后一次谈判时 黎明报价三亿人民币 荷兰人说了句 我给你们唱首歌 唱首祈祷歌 意思是 那就只能祝福你们了 开始的时候翻译 不知道 不好好理解 一下子没听懂 他这个什么意思 什么祈祷歌 上一首祈祷歌 我们也不能满足 不能够合作的 肯定不高兴吧 冲动的吧 这样的 之后 林明又找到了 国际上其他知名的公司 都没有合作成功 有的嫌咨询费低 但更多的是 考虑到技术难度太大 不敢接 中国造桥历史 可以速到六千年前的 世俗公社时代 一千多年前的 隋唐宋三代 以砖石木料结构的 古代桥梁 发展到了巅峰时期 赵州桥等一批 古代拱桥的惊人成就 让中国成为 当之无愧的造桥王国 工业革命后 钢材和混凝土材料 相继应用于桥梁 欧美造桥技术迅速发展 超越了中国 上海黄浦江上的 外白杜桥 是中国的第一座全钢结构桥梁 却是外国人建造的 距今仅一百多年历史 几百年间 中国造桥技术 一直落后于西方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来了 林明总 刚才他在赶到我们会场的时候 他是在车上吃的盒仔饭 为了不耽误大家 下面呢 我们用掌声 让林明总再次给我们感动 我们大潮建设本身 大潮 应该是数万名建设者 他们自己的那种 默默的那种夫妻 所以我下面呢 想讲几个人 老康 康学生 我们那个钢员团 钢员团那个方案 当时我跟他 就经常跟他商量了 老康啊 这个工程怎么干啊 我经常跟他一起 每当讲起大桥建设的艰辛 林明总不会忘记介绍 十一年来 跟他一起 并肩奋斗过的战友 港珠澳大桥 是全世界瞩目的超级工程 是展示中国国家实力的超级舞台 在没有外力支持的情况下 林明和他的团队下定决心 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建成大桥 我们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担当的过程 你不来 谁来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 碰到这个挑战的时候 最有点 我们走无法带 不被理解 没有经验 全世界的目光 都投向中国南部海湾 中国桥梁隧道工程师 到底行不行 港珠澳大桥由桥梁 人工岛 隧道 三部分组成 其中 捣碎工程 是大桥的控制性工程 需要建设两座 面积各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 和一条6.7公里的海底城管隧道 实现桥梁五隧道的转换 是大桥建设技术最复杂 建设难度最大的部分 极具挑战性 明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就是外海铸岛 这因为是软土地基 不适合做人工岛 很难做 两个10万平方米的人工岛 如果按照传统抛石填海方法 需要开挖800万立方米的海底淤泥 其挖掘量相当于堆砌三座湖浮金字塔 在通航繁忙的陵丁岛航道附近水域 安排大量船舶施工 必然造成堵船 另外这里是中华白海屯的家园 一旦开挖生存环境污染 将不可避免 怎么办 人工岛筑不成 其他的一切都将复制东岭 你突然想到用钢圆筒的时候 软土对圆筒 这个方案的成立 它就非常重要 成为它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想到一个快速做到的方式 林明提出快速成岛法 何不将一组巨型钢圆筒 直接插入并固定在海床上 然后再填沙形成人工岛 方案很快讨论通过 而执行起来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圆筒在海上运出 太不可思议了 五十 将近四五十米高的东西 二多米直径 从海上运过来 还有过台湾海峡 万一不能成功成立怎么办 这个很谨慎的 大家 驻岛用的钢圆筒 直径为二十二米 截面面积相当于一个篮球场 高度为五十米 差不多是十八层楼高 单体重约五百五十吨 体量类似于一架A380空中客车 在这之前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位工程师 将一百二十个如此庞然大物 设计制作出来 运输并固定到设计位置 每一个环节 都是人类的第一次尝试 总共有一百二十个钢圆筒 这个我们是在上海制作 然后运过来的 每次来他是自己都要亲自到那个船上 去迎接这张钢圆筒的到来 2011年5月15日 第一个钢圆筒被稳稳插入海底三十多米深处 一个好的开端让钢圆筒 钢圆筒助导施工一路前行 2011年12月21日最后一个钢圆筒完成 建设团队仅用了二百二十一天 就将一百二十个巨型钢圆筒围成了两个海上小长城 使当年开工当年成岛的愿景提前成为现实 被国外专家预计要两三年工期才能完成的 人工岛难题在短短七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新方面投资的压力很大 地方们也很自信 技术方案论证基本上也是考虑成熟了 下的决心 为了工程的事情 你就应该按照这个水 一天不能耽误了工程 钢圆筒快速成岛 世界第一次 八万吨城管工厂法预制 世界第一次 深水深草城管隧道施工 世界第一次 第一次 意味着每一步都要去探索 要去创新 还要具备承受压力的一份坚强和自信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的 在港重要项目当中经历了这么多第一次的林明 在工程领域早就是一元老将了 探索从来都不是冒险 技术创新更不是胡思乱想 早在十多年前 林明就在桥梁建设领域 显现出了异于常人的智慧和勇气 2000年 位于江苏镇江扬州之间的润阳大桥 开始动工 是中国第一跨境旋锁桥 全长35.66公里 是当时国内工程规模最大 建设标准最高 技术含量最高的 现代化特大型桥梁 林明当时是润阳大桥工程项目负责人 大桥施工中南岔悬锁桥北锚定 因其体量巨大被誉为神舟第一锚 它的建成将为悬锁起到固定作用 是大桥高至建成的关键 润阳大桥呢 首先叫个桥 首先干的是个深基坑工程 高塔深基坑 那个坑可能差不多有超过50米的 深的地方 很深很深的 而且地质条件特别恶劣的一个工程 神舟第一毛施工时 需要作业人员到深达50米的江边基坑内工作 基坑之外 汹涌的长江水几乎就是从建设者的头顶滚滚流过 阻隔江水和锚定工地的土地如有缺陷发生坍塌 长江水将从天而降 瞬间将基坑灌满 里面的人将无处可逃 很多施工人员心生恐惧 不敢到坑底作业施工 即便是壮胆下去 也是战战兢兢 放不开手脚 这时项目负责人林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拿来一个小板凳端坐在基坑底 用响亮的声音对大家说 坑底安全是经过专家反复论证过的 我留下来陪着你们一起施工 那你要真有问题你只能共存亡 我觉得 你想那坑都毁了你还跑哪去 你想想看 你坐在下面是一个态度 然后工人看到你以后他们也会安心一点 林明的举动 林明的举动 稳定了现场所有施工人员的情绪 润阳大桥如期通车时 林明与小板凳的故事也传扬开来 被媒体誉为定海神针 这是位于捣碎工程项目部 几间不起眼的房间 就是在这几个小屋子里 一群中国桥梁隧道工程师 开始了从无到有的创新之路 2012年11月 在建设港珠澳大桥捣碎工程时 运用什么样的城管结构 才能满足工程需要 是林明团队遇到的最大难题 每一次攻坚 都是从天马行空的头脑风暴 和艰难曲折的讨论争辩开始 前天下午开了 开了 最后拿着窗帘开 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回事 开完了 我说去夜宵吧 休息 早上六点钟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是早上六点钟 这样的会开了很多 开个十个半个小时 就可能 也那时候是多 一个方案被否定了 又一个方案被否定了 那是林明最痛苦的时期 在教科书上 城管隧道只有刚性 柔性 两种结构体系 通常埋身只有两到三米 为了预留三十万吨级航道 港珠澳大桥城管隧道 需要埋到海床下二十多米 深埋城管的问题 历史性的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 中国工程师的面前 你绕不过去 要不你就用那些方法 要不你就是 要我们中国工程师智慧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一年十一月十七号凌晨五点 林明在睡梦中 脑海里突然闪出了一个概念 半刚性 他立刻给设计负责人 刘晓东发了一条短信 尝试一下半刚性 我们提到这个半刚性的概念里面 因为国际上一些权威的 住城管的这些单位 就觉得不能接受 林明委托清华大学 日本NEC 等国内外多家最顶级的团队 开展了背靠背的计算 都证明了半刚性 从结构上可以解决 城管深埋的难题 艺术家和科学家的 共同之处在于 他们都在追逐 一条穷尽天才 与智慧的驻梦之路 而林明的梦 在港珠澳大桥上 经过两年的努力 林明和工程师们 终于研发出一整套 城管生产服运 安装的方法 那时候我们团队压力很大 整个团队 当时我们团队 要求我们写分报告 将来是他们的免责的报告 免于刑事责任的报告 写分报告 想递给 在安装钱 递给政府 给自己留点后路 压力和挫折 让工程师们 对海洋更加心存敬畏 究竟如何 才能在茫茫大海中 驾驭这个 像航空母舰一样大的城管 又如何 让它以 移密级的精度 沉入海底 工程师们 对每一个细节 反复实验 反复演练 历时半年 终于找到 在大海中 驾驭这个 庞然大物的方法 2013年12月 党珠澳大桥城管隧道 第一节城管 出入福音 世界最大的 海底城管隧道施工 开始了首秀 林营又像从前一样 搬来椅子 静静坐在 安装船甲板上 双目凝视着海面 纹丝不动 因为我们这个城管 不可能有两万人去替换 你12个小时不让休息 24小时不让休息 每一个庞大工程 都由无数细节组成 而魔鬼 就可能隐藏在 这一个个细节中 一个螺丝 一根钢码 都可能给工程 带来巨大风险 林总 最多确实不行了 拿个馒头 吃后馒头 一直都在那个位置上 你搞设备东西 插不上手的 有林总这种心态 在那里说 你说大家 就是一句话 努力干 从5月2日上午 城管出雾开始 林明如同一根钉子 钉在施工现场 现场指挥 讨论编队 服运 转向 细薄 陈放 等每一个细节 下达各种指令 没有合过一次眼 三个小时 哎呀不睡觉 没问题 二十四小时 就不觉得很累了 等到三十六小时 你就扛不住了 是不是 太困了 这眼睛就睁不开 就是靠什么 这个眼皮底下 给你摸一层风油剑硬撑 我觉得最后没办法 上街 买生茶 买那个 这里南华人爱喝西洋生 你一包一包的西洋生茶 满地都是 随便喝 咖啡 凡是我们认为 能够提神的东西 全买的 只要有精神就行 别躺下肥皂 别动作出错 这个林总师 从头开始一直没有休息 他是靠一锅信念这样子 坚持 一样的 我发觉 这一点上面 我们真的不如我们 他这种 能够坚持这种毅力 非常之强 像我 不像 好多同志 他年纪比我们大 但是他这种 精神意识 原来大于我们 真的 5月6日上午10时 经过96个小时的熬战 第一节城管顺利安装就位 世界最大的城管 圆满完成了与西人工岛的海底出文 创造了中国外海城管隧道的先河 我们都说一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而对于港中澳大桥的海底隧道来说 第一节城管的成功安装 仅仅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 港中澳大桥捣碎工程当中 总共需要安装海底城管33节 第一节的成功安装 并不意味着后面的32节都可以简单的复制 严苛的外海环境和地质条件 施工风险不可预知 在林明的心目当中 每一次安装都是第一次 每一节城管 都是第一节 2013年12月 第七节城管顺利安装完毕 第八节城管进入安装 林明每天工作到深夜 经常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 再强大的精神力量 也无法让身体无限制地运转 林明在出差返回项目基地的途中 鼻腔大出血 紧急送往医院 大概出了有六七百毫升 那么到了手术后的第二天 那么他的一个血压又飙升 鼻子又再次出现出血 这一次出血 大概又出了个两百毫升左右 医生初据诊断 林明鼻腔大出血 是脑力过度所致 手术的第二天 仍然没能止住流血 医院急忙召集外地的医疗专家 准备进行第二次全麻手术 他这前后大概出了有一千毫升左右的血 但是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危险的 我们人的体内的话 大概整个血的总量 大概就是四千五千毫升那样子 那时候就是让自己一切都要很近 也不能睡着 要坚守到那个医生过来 过来以后可能才能 才有办法 虽然他不是一个 但是你要大出血 太多的出血 你会有危险 到晚九十点钟 他好几个小时以后 那医生过来以后 我太太那时候也过来 我到的时候 从警长他们把我接过来的时候 我就在手术室外面 跟他们同事一起在那等 等他从手术室出来 在麻醉的时候 我就让自己 我说要坚守一个 非常漂亮的画面 开始麻醉 一直把意念坚守在这个地方 我试了一下 我就坚守了一个 麦浪滚滚的画面 远处有一轮太阳 是朝阳还是夕阳 不知道红红的 很漂亮的 金黄的画面 我就坚守 我做坚守 我就定格在那个地方 在连续经历 两次全麻手术后 林明的身体 依然处于贫血的状态 而第八节城管的安装工作 已经准备就绪 箭在弦上 不得不乏 除了做手术 除了昏迷的状况 其他的情况 他都遥控在指挥这件事 那么林导病了以后 我们也上医院 去瞅了眼 他立马不准再过来 赶快回去 苏总特别是你 一定 稳住团队 我们问题 你放心 第一次手术前 我问他 我说我做手术的话 能不能赶上 那个后面的安装 第八次安装 我就跟他 跟他谈过 他说可以啊 对于医生来说 林明不是一个 听话的病人 而对于捣碎工程 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自己的工作岗位 作为总工程师 即使躺在病床上 也在时刻关注着 城管安装的一举一动 这个疤 如果你不坚持 你说你身体不行了 你可以放弃了 你就不能实现 三三次 这样一个 你的承认 所以这个当时 让我蛮有压力的 我说一定要完成 所以一定要去 在这个时候 去安装这个东西 你也不能拖这个工程 手术后第七天 他就换上工作服 去了工地 城管昼夜施工的 整个过程中 他始终在安装船上 指挥决策 一直坚持到 三十个小时后 城管安装成功 我说希望 我要代表 我们这个团队啊 包括我自己啊 一帮年轻人的 支持你啊 真是向他表示感谢 支持你啊 我发自内心的 我这个 也不能和领导 在一起提前的感谢 不是这个恶念 大家心 他心中有我们 我们心中有他 另一个方面 我们不可能 把这个项目 干这么好 他交成了一个 我要说 我们这个团队啊 我们可以在世界上 在这种领域里边 我敢说 也是非常英雄 选择了一种职业 同时也就选择了一种生活 三十年前 选择了港口水工建筑专业的林明 注定要经历一段 不一样的人生 高考那是因为 那是 我其实那一年 我一直在宣布高考 我在天文广场 大喇叭听到 恢复高考的消息 让林明激动不已 但当时还在工厂 做工的他 还不知道该如何复习考试 七八年 七八年 我那个高考的经历可是 当时那个 怎么有个 我们有一个领导不喜欢我 每天白天去上班 当时就让我干嘛呢 好像 有四多天吧 就去搬那个铁 然后铁搬完了 然后你去 他有块地弄好了 有那个大行 就那个那种机器 拿着咚咚咚咚咚 大行 高考那个钱呢 大概有 大行也行了 好几十天 相对说 怎么复习呢 就把那个 晚上回去复习 艰苦的复习环境 并没有让林明退缩 1978年 他顺利通过高考 三年的大学生活 让林明对工程建设 有了最初的认知 毕业后 林明被分配到 位于武汉的交通部 二航局 在这里 他完成了工程师生涯中 第一个工程 第一个就是做一个毛嘛 在江星刨毛用的一个毛 混凝土毛 哎呀 拿了个图很高兴 终于看到图纸了 蓝图 看 觉得还是蛮 蛮有意思的 但 其实第一次 算负责一个项目 就是做这个毛 有一次 他在忐忑不安中 买了两张电影票 这个我们同事 我们同事 那天给我上班的时候 给我送了两张电影票 说的 小林 约你 这个买了电影票 约你去看电影 在那武汉解放公园 就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 我说约我看电影 因为平时在一起玩 没有谈这些事情 他说去吧去吧 他说去吧去吧 也不是那谁追随 没那么多浪漫 那个现在这个故事 难得那么多事情 你们都是想找这种故事 我就不让你找这个故事 他真的是 不是属于像人家那种 一般意义上是浪漫的人 一点都不浪漫 他不会说给你送个花呀 给你说点甜言蜜语啊 真的特别少 这个那三个字 说不出来 绝对说不出来 就不当的人 他都说不出来 你要是跟他谈 细致一点 感情方面的一些话题的话 他自己会不好意思 他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 我能体会到 他还是比较爱家人的 工程师的生活 必然不同于常人 常年在外 林明并不善于用语言 表达对妻子的关爱 而实际行动 却让妻子感觉到安心 对于胡玉梅来说 缺乏丈夫的陪伴 或多或少 总有一些遗憾 这个安静的小院 是港珠澳大桥 搗碎工程项目部所在地 也是林明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退休后的胡玉梅 终于在这里 跟丈夫团聚了 从这边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个曲线的 因为香港 为了顺接香港那边的曲线桥梁 所以我们这一段隧道是 城管是曲线的 我的工作就是设计这个曲线城管 这个年轻人名叫林薇 他是林明夫妇俩的唯一孩子 自小受工程师父亲的影响 林薇上大学时 也选择了土木工程专业 毕业后又去国外深造 就是我爸他在他的团队吧 就是有一个最大的创新 就是最终街头 也就是这个城管 最后合拢的那个地方 就跟桥梁以后 就是我在留学过程中 我父亲就是正好是 他做到了曲线城管的安装 这个安装筹备的阶段 那么曲线城管安装 有一个拉盒的问题 他就发给我 因为正好和我的 学习的专业相符 他就让我来解决 这个拉盒的问题 那么后来我就花了 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吧 把这个问题解出来了 林薇学成后 也加入了父亲所在的 港桌澳工程捣碎项目团队 主要负责技术的研发 和制图的工作 儿子在这也跟着我八年 跟我这一块 这也是叫天道酬情 小时候带的手嘛 所以在这个时候给你 带八年 所以我也是想这是一种平衡 是脑天爷在关卷国 上阵负责兵 林明的工匠精神 时刻都影响着儿子林薇 他希望到项目竣工时 儿子林薇能进步得更快 林明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为国家培养出一支世界顶级的桥梁隧道 不以成败论英雄 从来都是安慰失败者的语句 在港桌澳大桥的捣碎工程当中 林明团队已经成功安装了33节城管 但是大桥依然没有贯通 只有将最终的街头成功插入29和30号城管之间 大桥的主体工程才算是全都完成 如果失败了 整个工程都将前功尽弃 可是整个工程最重要 也是风险最大的阶段 就在这里 2017年5月2日凌晨5点53分 伴随着海上日出 起吊设备吊起了这个重达6000吨的旁人大物 随着街头的下方 难度呈起何其倍增 风速 洋流 大型安装设备 任何一项数据的变化 都会对街头的陈放形成巨大的影响 显示屏上实时回传的测量数据 每一次变化都敲打着林明的内心 相对于6000吨的巨型构建来说 安装精度必须控制在15厘米之内 近乎苛刻的施工要求 让林明和安装人员一刻也不敢松歇 因为你最后能不能接得起来 你这个城管里面你前面装载也多 接不起来里面 而且它很难 肯定很困难 我们太不熟这个东西了 但是我们是很难的 全世界真的是没有一个 对中街头安装吧 因为这个是个 就是留了这么一个距离 往下插这个 插这个最终街头 两边都需要 这个安全距离都需要保障 我们安装城外吧 可能光顾一头这个距离 后面没有什么障碍物 顾一头 但是这个最终街头 就是它需要 就是见过插战那种感觉 经过了17个小时 晚上22点33分 最终街头与129、130城管成功对接 海底隧道安装工作最艰难的部分顺利完成 这让安装团队松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了7个小时 5月3日凌晨6点 副总经理黄维宁 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 那我估计是到凌晨 4、5点钟的时候 林总应该是接到这个 误查的这个信息 那我是6点多一点 林总给我打个电话 到办公室开会 安装工程顺利结束 大家都在享受难得的休息时间 明明彻夜未免 他在等待最终测量数据 最后这个最终街头安装忙了以后呢 从里边看高层方面是非常好的 但是有个偏差 也又有个偏差 这个偏差当初是我们那个 可以允许这个偏差度 可能25、6公分 可以就说允许你偏这么大 我不会处工程顺利和质量的问题 我们安装完了以后 开开门以后 下去看一看 从各方都很好 但是他这个清管 向一个方向偏了一点点 这隧道里边 我这个户板一户 根本没什么问题 对于这个结果 林明并不满意 他在仔细查看测量数据之后 一句话都没有说 林总可能从一开始 可能心里就有想法 我前面都做得非常的完美 非常的好 那我们不能再 应该不能再在最终街头上面 出现这么一个瑕疵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在紧急召开的会议上 几乎没有人支持林明的想法 因为他这个工况条件 底下就 他大概30多米 底下就剩下不到5米的一个范围 稍微这个一伤失的话 会把我们的装用的轻衣床 会撞断 会什么 会重大的一个风险 战场上是胜负的影响 干工程是成败的影响 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 2017年5月4日晚上8点43分 经过40个小时的连续作业 最终街头经过重新调整 天差达到毫米级 两侧城管连接滴水不漏 为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前不久 林明到荷兰历史最悠久的 工程顾问公司 进行技术经验交流 荷兰公司升起中国国企 奏响中国国歌 以示敬重与欢迎 珠海 珠江三角洲中心城市之一 东与香港隔海相望 南与澳门相连 人口接近170万 之前从珠海到香港 最便捷的方式是乘船 需要70分钟 港珠澳大桥开通后 将会把这个时间 缩短到30分钟 港珠澳大桥将连接 世界最具活力经济区 快速通道的建成 将为大湾区内的香港 澳门与内地的交通联系 开创新局面 为大湾区长远的经济发展 旅游 金融 贸易 商业和物流等各主要行业 带来新机遇 对香港 澳门 珠海 三地经济社会一体化 意义深远 不站在港珠澳大桥的上空 不进入港珠澳大桥隧道里 不行驶在港珠澳大桥上 无法真正礼物这座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它的伟大与雄起 人们可以想见一个终身与桥梁打交道的人 在退休前设计施工完成最后一个世界性难题 中国最伟大的桥梁工程 从世界之梦还原为现实 内心是怎样的一般波澜壮阔 桥的价值在于承载 而人的价值在于担当 摩建十二年 2017年12月 林明率领团队完美地建成了 两个人工岛和6.7公里长的海底隧道 超过了世界已建成的最长城管隧道 形成专利400多项 推动我国外海城管隧道建设 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清晨五点 林明又开始每天十公里的长跑 这是他多年的习惯 跑步 就给自己工作这样 一种信心 你会让自己今天一天的心态 这么继续 四十年 汉街大江汉海 一辈子追逐天欠通取 林明说 我还要坚持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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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